用不多的 第一個就是 之前叫做Flow for Facebook的軟件 我想大家應該都聽過或者用過 其實這個軟件 就是有為這個 Pablet做的優白 相對於原版的 Facebook 先看看原版 原版的Facebook在介面上 其實 字體相對來說 會小一點 在空間的運用上 未必是 那麼好 功能上的5 未必會夠多 這個就是原版的Facebook 介面 如果是用了 Caster這個Software 第一件事就是 介面 可以做什麼 先出去 可以在設定裏面 可以放大 和自己介面 這件事可以方便大家 搭車的時候 方便少少去看 這個Facebook 的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Facebook 另外一個 Facebook 因為這個名字 今天才不改 所以其實我也不太熟 這個名字 除了一些好 AW的功能 NewSuite 個人的檔案 甚至 Check in 之外 那是可以 直接去開 這個Facebook 的網 來看更新 除了 這個Facebook 之外 亦都可以看到 自己 manage 的Facebook 例如我自己的 Blog Facebook 亦都可以 在這個上面 share一些 share一些 相片 又或者 update status 仍然會用Facebook 名字 去出 這個功能 在我自己 來講 因為我自己 Blog 也好 自己上班 也好 都會有Facebook 要用到 Facebook 這個功能 非常方便 另外 就是 大家買得到 Tablet 應該是方便 大家去接收 一些不同的資訊 那 我就找到 一些 新聞 或雜誌 之類的 軟件 我現在去找 第一個 是中文 News Online 軟件 這個 也是一個 有為 Tablet 優化的軟件 好像 在 看太陽報 那些 它的尺寸 做得非常 通常 貼合 這個 screen 的 resolution 而且 可以在佈局設定 裡面 不是這裡 這裡 黑底白紙 可以選擇 然後 可以選擇放大速勢 這裡 可以放大速勢 這個位置 新聞列表 也可以把 這個 難位放大速勢 方便大家一次報 看多一點點 這個軟件 其實 裡面已經包含了絕大部分 香港 澳門 新聞 報紙 之類的 但是如果看雜誌 的話 就真的是 這個軟件 因為 這個軟件 是收錢 而且是收得很高 就是 iSilo的軟件 這個軟件 就是由 Pound PDA 的時代已經 出現了 我自己 都想回 幾乎十年前 開始玩PDA的時候 已經在用這個軟件 這個軟件 這個軟件 用的 File的格式 不是大家 不時用PDA 當然它也支援 但是 在網上的雜誌 都是用PDA的格式 這個格式 都是由Pound 拿去切斷下來的 看看這個 我自己本身已經在看 這個 Face 雜誌 由於 這些 雜誌 是要在某一個 特定的梳匙 找回來的 為了 還自己的清白 我待會後來 再拿回Face 如果 想證實的朋友 也不介意 大家可以隨便跟蹤我